是 是是是 你说吧 警校四年 你都学到了些什么 就这个事 一个普通老百姓 也不会下折那样 一点心理素质都没有 还当什么警察 你就不配传真身警服 竟只能给我丢脸 我说我没受伤 我害不害怕 你问过我一句吗 你就知道 估计你的脸面 这是脸面的事吗 这是给人民满意派出所丢脸 懂不懂 这是我愿意的吗 我当这个警察也是你逼的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张队品气抱起来 谁都稳不住 把周年民找来 为什么找他呀 让你找就找 行了行了 别看 张队 大老院来了也不说一声 我下楼迎您去 还这么大伙计啊 苗苗 赶紧给你爸沏茶啊 怎么着 咱坐下说 行了 行了 孙娇子 不用了 我说完了就走 苗苗这个事情啊 你们必须严肃处理 这不仅仅是派出所 甚至整个公安队伍 都受了很大的影响 你们不要看她 是我张宁豪的女儿 你们就不处分她 处分就处分 大不了把我这身警服也脱了 反正我也不想穿 你敢 苗苗 不愧是当过二级英模的人啊 骂起人来 底气十足 周建平 你也用不着阴阳怪气的啊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 你在挤兑我啊 听出来就好 张沐冈 你长本事了啊 原来是骂属下 骂领导 骂战友 今天骂起女儿来了 骂够了没有 我骂我自己的女儿 你倒什么乱啊 我问你这是哪儿 你什么意思啊 我问你这是哪儿 新桥派出所 那都写着呢 对啊 张苗苗是新桥派出所的民警 她即使是有什么错 派出所会管她 轮得着你来教训她吗 大老远跑到这儿来骂人 你把派出所的领导 放在什么位置 周建平 你少跟我来这儿一套 我骂我自己的女儿 她是新桥派出所的民警 我还是个老民警呢 我骂她举手 这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舔着脸 说她是你女儿 她脖子上受伤了 你问过她一句吗 也就是她 换了别人 早跟你这臭脾气的爹给败了 当警察 哪有不受伤的 那当警察哪有不出错的 别人不明白这个道理 你张沐冈也不明白吗 你刚当警察的时候 做了多少蠢事 你不记得了吗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 师父叫咱们去东湖村 逮一个小偷 一条大黄狗 就把你吓得嗖子 窜到了树上 比猴还快 不记得了 行了 先行了 趁这么烂骨子的事 你倒记得清楚 我要说的是 苗苗比你那时候强多了 看什么看 不服气是不是 那咱们再练练 练练 好啊 走 你控制住你的下巴别抖 行 行了吧你 没完没了了 倒茶 你也有脸喝 倒茶 没啤没脸 没啤没脸 请点心 小陆 黄静 你们先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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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陆 真会找地方啊 我来派出所那么多年 这地方很少来 你别说 景色还真不错 你看 你红柄 你爸就是这脾气 来得快也去得快 他就是这脾气 要不然人家怎么给他 取个外号叫张沐刚 这脾气 我年轻的时候 没少跟他打架 你还跟他打过架呀 这他都没跟你说过 这个张文康太硬啊 猜我们谁硬了 肯定是我 我 我不知道 你肯定以为 他一定每次都打得我 抱头数串吧 让你失望了 我跟他半斤对八两 输赢各半 不过 我们谁也没有 落荒而逃过 别看你爸表面那样 心里挺心疼你的 刚才还跟我打听 你的伤势呢 我才不信 你不信 这个张文康刚 当爹当得太失败了 一败涂地 其实你挺不容易的 刚来这儿就遇见这种事 换了谁心里都会害怕 要是您 您也会害怕吗 当然 玻璃瓶子堆在这儿 一不小心动脉划破了 小明就没了 谁不害怕 你问你爸 他要去抓歹徒 如果那歹徒手里拿着家伙 问他害怕不害怕 那要是害怕 他还怎么抓罪犯 这就是警察 怕也得抓 因为那是警察 必须干的事 你想想 你当时虽然心里害怕 但最后 还是协助张世华 把那小子摁哪儿呢 保护了周边群众 这要换了别人 说不定就有伤亡 照您这么说 我还是个英雄 在我心里你就是 你记住了 淼淼 警察也是人 害怕没什么丢人 警察又不是普通人 关键时刻不能送你 你刚当警察 就这样的表现 已经很不错了 经验是可以慢慢积累的 重要的是信心 如果连你自己 都不相信自己 能成为一个好警察 那你只往谁去 任何ым Jennifer 我懂了 谢谢周叔叔 真懂假 懂 真懂了 那就好 到asha 交 faithful